哈囉各位 歡迎來到我們每週的一個 Kamen Rider 禮拜十的一個速乾淵的新的時間 今天的話稍微晚一點好不好 因為今天我下午發生一些事情 但是我還是盡快的講解給大家一下 今天這一集的話 我個人覺得就比較回歸到日常一個線 但是也沒有到很日常 就是說 回到一個主一個支 這樣兩個雙線並行 蠻正常的 因為畢竟他們要開始混時間 畢竟如果每集都講主線 那差不多可能在30集就可以完結了 但是這次的話 基本上也帶出了非常有趣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 沒有像之前一樣懸念流那麼重 故事的開頭 從大家因為廣山的事件 而全員第一氣壓開始說起 我們弟弟正在失落的時候 我們的羊岩突然出現在鏡子前面 並說著你要哭多久 其實這邊也可以看出來 其實羊岩也算是在關心我們的大二 他其實算是大二的一層防護罩 雖然他講的比較急白一點 但是他看出來他還是關心我們的大二 但我們的大二直接生氣 並說著給我滾 家歡樂幾家愁 取得我們惡魔驅動器的綠翼幹部 被我們的驅動器質問到 為什麼你是惡魔 你所求為何物 他的回答是 他想要讓這個世界 成為他的囊中物 其實這邊也看出來 我覺得這個反派就蠻純粹的 就是一個極致天才的反派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讓人再進步 沒辦法這是天才思維 早堂裡我們剛進完勝的博士 將之前劇場版的那個新黃蟲 叫Nio Batar給我們男主角 這個的話就讓這個道具變常規戰利 這個算是蠻合理好不好 算是進擊的一個趨勢 就是會讓劇場版的東西 再帶到我們的主線 因為現在往年 CAMERADA第一個劇場版 通常都是跟劇情線是有關劇場版的 而非皮套大戰 並表示我理解你對廣山的心情 但是你也別忘記 打倒惡魔用的驅動器 是我開發出來的 給完之後他就離開了 這時我們的新委託人到來 因為旗下藝人遭到恐嚇性 他希望我們男主角可以做私人保鏢 這兩位的概念是經紀人跟他做的補充 當男主詢問犯人的線索時 對方表示有兩組同行藝人 對於我們旗下藝人 表達非常不滿的一個評價 所以有高機率他們就是犯人 我們男主角想出來的方法 就是讓自己也參加這個節目 並且深入調查這個事件 然後還要保護我們的當事人 為了調查所以我們男主角有開始尾隨那些嫌疑犯 就是一個一個調查這樣子 但是在跟這種途中 過了一個轉角 人跟Duo卻出現兩隻惡魔 突然襲擊我們男主角 成功擊敗之後 也發生跟上次一樣的事件 就是我們的VICE會頭痛欲裂 因為當有惡魔被擊敗的時候 或是有人在戰鬥的時候 肌膚人的力量就一直胎動 會產生類似共感的效果 讓我們的VICE頭痛欲裂 跟他做補充 擊敗他們之後 也遇上剛剛跟Duo的一個犯人 但他們身上卻沒有任何的印章 菲尼克斯中我們的大二正在詢問廣山的一個蹤跡 但對方表示說目前毫無音訊 也沒有找到任何的一個屍體 所以這邊也可以看出來 廣山未來一定是會回歸的好不好 只是怎麼回歸搞不好就是變獨眼龍啊 或是之類的 撿到一個什麼殘破驅動器之類 有可能好不好 現在我覺得廣山的回歸應該就是事在必行的啦 敵方的基地中 大二老婆找上我們的綠翼幹部 並表示說要不要合作 我們各群所需這樣子 然後子翼幹部在哪裡呢 等一下我會進一個說明 晚上時我們的男主正在討論 這次的事件的時候跟VICE突然有一位 假裝成菲尼克斯的人員送東西過來 並表示說這個印章可以舒緩VICE的一個頭痛問題 然後在戰鬥時可以更加更加的方便 但我們男主表示說 這個印章怎麼跟平常印章差這麼這麼的多 這時我們要講到我們的子翼幹部 因為前幾天其實子翼幹部 因為他沒有辦法變身 也沒有任何能力 所以被我們大二老婆甩掉 將他給解職 當下不知所措的子翼幹部就找上我們的妹妹 又將我們的妹妹跟哥哥商量之後 決定就讓我們的子翼幹部住在澡堂裡面 所以簡單講官方應該是不會想要放掉這個角色 我覺得很棒 至少不會因為他能力失去就直接把他冷藏 我們的男主為了這次的委託 又來到露營現場進一個調查 剛好碰上我們的經紀人 與他閒聊了幾句 從中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他其實比較喜歡爆紅錢的他們 就是這次的一個保護者 就是他們的藝人 所以這邊的話有可能 持有印章的人應該就是經紀人 個人感覺 但這時我們的惡魔突然出現 但他這次的目標並不是我們的保護者 而是我們的男主導他們 所以當下我們男主導其實在懷疑說 會不會是另一組嫌疑犯他們持有印章 然後他故意襲擊他們這樣子 由於出現了惡魔 所以我們男主導當然與之進行一個印戰 戰鬥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的VICE又開始突然頭痛欲裂 無法戰鬥 VICE大喊說快點使用那個印章 但是當下我們男主導其實有點猶豫 因為他覺得這個印章怎麼跟往常長不一樣 感覺會發生不好的事情 可是看到VICE頭那麼痛 所以最後他還是決定使用 當他使用的那一瞬間時 跟往常發生的變身完全不一樣 而是被VICE完全反噬進行一個變身 我們這話可以稍微給大家聽一下 他的一個變身的影響 雖然我們下禮拜就會開箱 但是這邊還是先給大家聽一下 非常非常酷 而且很有危險型態的感覺 這時我們的博士也表示說 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憤怒的直接衝了出去 所以看得出來這邊這個印章 並不是我們博士所開發出來的 我們的VICE瞬間戰鬥力爆炸 直接秒殺我們兩隻惡魔 所以看得出來這個印章實在是非常非常強 而且是以惡魔為主體進行設計的印章 可是在解除變身的時候 跟往常不一樣 只剩下VICE一個人 我們的男主角完全不見了 所以故事話就在我們VICE 惡魔般的一個笑聲下來結束 可是我要先說一點 畢竟現在男主導跟VICE已經達成完全和解 所以應該是不用太擔心 VICE會叛變之類的 個人覺得個人覺得 畢竟這是正能量的Kamelaida 哼 好那我們現在講完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一個心得&復盤環節 這次留下的懸念算是蠻少的好不好 基本上只有三個點而已 免獎可以算四個點 第一個點的話就是我們的犯人問題 我個人覺得 基本上這樣排除光 所以應該就是經紀人 要嘛就是他們本人 基本上只有這兩個選擇 我個人覺得不太可能再冒出第三者 再冒出第三者 敘述的篇幅一定完全不夠 所以這次的犯人基本上就二選 隨便猜都會中 總共來講我覺得這次的 就還好 真的還好 我覺得應該算是最普通的一個 沒有像往常一樣這麼好看 而且闡述的東西 我覺得也沒有像往常一樣這麼有意義 總共來講這次的事件 我是小不滿意啦 再來第二個點就是 最後剩下只要我們的VICE 可是這邊大家知道有點 基本上VICE跟男主角已經達成完全合作 而且VICE也親口承認 他就是男主角 男主角就是他 所以他們就要是兩人一體 所以我覺得VICE 不太可能割捨我們男主角 頂多就是我們的VICE 可能會當下小小的暴走 去爽一下這樣子 就是體驗由自己的身體亂跑這樣子 可是最後他也就把男主角給拉出來 這一定是完全不用擔心好不好 所以GMA這個懸念我覺得留的也沒很重 頂多就是這個造型很帥 威力很猛 我是希望他可以變常規的一個型態 而不是就是只出現一下 第三個點就是我們的印章的出處 印章出處GMA也是二者一 要嘛就是綠衣幹部 要嘛就是我們的周末 就是新人的組織 但是我覺得 就論這樣來講的話 其實有點難選 因為周末他們秉持的是 不要去研究那些東西 所以他們應該也感覺不太會 把惡魔拉出來的東西拿給我們男主角吧 感覺啦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惡魔是罪 是一個壞人 所以他們把惡魔拉出來 搗亂這個世界 也有可能好不好 就是有這種逆推的一個計畫 這樣講講感覺好像是周末的機率比較高 感覺不太可能是綠衣幹部給的 所以這個道具我個人覺得 應該也是周末的一個計畫 但是他們計畫失敗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注意到 男主角可以跟惡魔的羈絆這麼這麼的深 所以這邊的話是稍微的一個腦洞推論 然後最後一個點就是 這次的一個敵方幹部 敵方幹部好像已經奔崩離析了 像他目前已經位置在替換好不好 但是我個人覺得 大家老婆會把紫衣幹部踢走 我覺得有一半是會想要保護他 畢竟他應該是全部裡面對他最好的人 所以總是要保護他一下 然後大家老婆找上我們的綠衣幹部 我覺得應該是另有目的 感覺應該不太可能就是單純的合作 所以有可能是從他身上竊取一些某些東西之類的 但是也不排除真的就是合作 反倒是這一集 雖然敵方畫面非常棒之少 但是我的目光全部都在他們身上 因為他們這次真的替換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看的 跟往常的反派真是完全全不一樣 只是我希望我希望 他們不要配歧視啦 我覺得啦 後來想想 我覺得如果給他們一條腰帶 這樣就會覺得有點無聊啦 可是我只的不要給腰帶 是不要給大家老婆跟紫衣幹部啦 我覺得紫衣幹部再讓他變成惡魔 應該會變得非常非常有趣 好啦 所以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KOMEN來到禮拜十的一個 二十二集的完全介紹好不好 我還是推薦大家去看一下原片好嗎 好 所以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KOMEN來到禮拜十 喜歡的情報在VG畫面這次我們下期見 掰掰